市長 剛剛秉甫議員講到市場改進 我是捏一把冷汗 環南市場 今年才出現這個資金缺口 預算這個 當初是不知道怎麼編的 編了一千塊 以為進度沒有那麼快 結果缺口3.88億 還要到最後只能去借什麼 抵費地基金 這個問題實在很大 環南市場 我幫你整理了一下 中繼市場 你試營運之後 狀況亂七八糟 市場的二樓 攤位的走道 還有因為這個地上 有沒有 都是這個積水跟所謂的這個油 變得像滑雷場一樣 然後呢 空調的問題也是 天花板還會漏水 這其他的部分 藍汙網還可以卡住 腹地的這個標示不清 噼哩啪啦一大堆 這個問題喔 我看是管裡面的問題吧 整個設計當初制度的過程 我們到底有沒有做一個通盤的檢討跟檢驗 這個 不過這樣啦 這些缺點我們有列出來 但是大部分都改掉了 大部分都是時程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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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掉嘛 對不對 所以 今天本席又接到一個爆料 這個問題喔 我想要跟你討教一下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喔 環南市場現在中繼市場的樓層管理的狀況 地下二樓是冰櫃跟停車場 地下二樓是這樣 一樓跟二樓是攤位 三樓是冰櫃區跟汽車停車場 四樓也是汽車停車場嘛 對不對 現在這幾塊交給誰處理 市場自治會處理 那接下來呢 市場處現在要公開招標委外什麼 地下一樓的機車停車場 跟地下五樓到頂樓的汽車停車場 同一棟大樓 我們把它拆開來 中間跟地上給自治會去處理 然後上面交給市場處去委外招標 你覺得合理嗎 這樣好啦 這條看起來 我覺得要分開管理也有問題 這個很奇怪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本席接到這個很多爆料 大家看這個是市場每一個樓層現在的狀況 當然它擁擠規劃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頁 這個是停車場目前的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下一頁 我們現在的問題很簡單 現有的一千三百個攤商裡面 現在只有什麼 因為你只給自治會幾層樓嘛 所以停車會只有幾個 四百四十四個 夠不夠用 絕對不夠用嘛 對不對 那不夠用 這表示什麼 你一邊 你當初要委外招標 然後招標又沒有成功 那就一直流標 然後呢 現在放著上面 這五層到頂樓 全部都什麼 變成一個三不管的狀態 那這個問題出現一個最妙的情況 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現在環南市長自治會 把B2三樓四樓全部的停車場營業登記 登記了四百零七個停車格 的停車位 然後轉租嘛 做轉租 委外經營管理 再看一下下一頁 委外給誰 易東交通停車這個公司 那這四百多個停車位 大概都是誰在停啊 就攤商嘛 應該都是攤商在停嘛 對不對 然後少部分什麼 少部分就是 誰要過來我們就讓他進來 誰要過來我們就讓他進來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是 我現在坐三樓四樓的停車場 那請問五樓到頂樓是空的 那五樓到頂樓 你現在應該要怎麼樣 你現在應該要怎麼樣 這部分大概跟易作 大概先去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因為就是說 它現在還是算 對 它雖然是一個永久的建築物 不過它現在作為中繼使用 在中繼的時候 它有很多空間需要拿來做不同的利用 沒錯啊 譬如說這個 我都同意啊 對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譬如我們剛剛所說的 怎麼樣 在B2的部分 它就有些是兵庫 有些是停車格 沒錯啊 同樣的在三樓的部分 也有些兵庫 也有些停車格 都同意啊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所以當時候的想法是說 如果跟攤商有關係的部分 所以這些跟攤商 讓他們去處理 跟攤商有關係的部分 就交由自治會去處理 合理 他們很乾淨的地方 譬如說五樓六樓跟RF 然後就委外出去 對 所以這個叫做結構問題 但結構問題 有時候常常會出狀況就是什麼 管理面的問題嘛 市長應該很清楚 你今天放了這幾個樓層 上面是空的 那會不會出現什麼 如果今天廠商套利 我人就一直搜 一直搜 是不是一堆車就開始往上面停 我沒有招標的五到九樓 現在被停的亂七八糟 那這 誰被圖利到 誰賺了錢 沒有 這部分大家跟益說 大家先說明一下 第一誰把錢賺走了 然後第二就是現階段這個 你招標招不出去 我覺得都很合理 但是你應該要幹嘛 你該怎麼管就怎麼管 或者是暫時給人家管 也都可以 你都可以做任何的手段去處理這個事情 你最爛的處理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放著 什麼都不做 然後這些車子開始這樣子一直停停停停停停停 然後因為要攤商又有冰櫃區 又有這些部分 其他車一看 三樓四樓停滿了 五樓可以上去耶 那我去停五樓好了 那空間不就被整個佔用了 那你當初委外自治會委外出去 給這個停車場的費用是這個樣子 是407個停車位嘛 可是因為你沒有管理啊 五樓到九樓的停車位 全部都變成他們的啦 不是嗎 不是嗎 因為你現在流標三次嘛 那這不就等於是變相圖利 然後這裡面最好玩的事情是 你今天放任他樓 你把他分段招標對不對 對分段招標 樓下只有一個出入口吧 對出入口只有一個 你樓下出入口只有一個 那你要怎麼樣讓兩個停車 你要怎麼樣讓兩個停車場的業者 來經營這個公司啊 來經營這個空間啊 所以後續呢 如果是分開招標的話呢 我們的想法是 你本來就不是叫做如果分開招標 你已經分開招標了 你招標了三次都流標嘛 為什麼很簡單 誰要來標 今天他樓下都是一個人的 那你樓上誰敢去標啊 誰沒事無聊要去碰這個 標示不清楚就算了 誰營業誰的問題 雜口的這些狀況 全部都是一個問題啊 這就是完全管裡面的問題嘛 所以從剛才的市場改建 講到現在的環南市場 這個管理到底在管什麼 怎麼會用這麼奇怪的方式做管理呢 呃等一下 這個部分呢 針對環南的這個 等一下停車場的部分 我大概先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現在呢 確實是分兩段的部分呢 而遇招標 那麼呢 五六RF的部分還沒招標出去 這也是事實 那你是不是要封住 對 你要不就封住 你要不就選擇 用一個暫存的方式 對對對 跟他們去做什麼 去做丟嘛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正在跟這個易東在談說 那如果停車有停到五六RF上去的時候 對 我們該如何的 予拆帳予分帳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 那你要怎麼管理這件事情 對 所以現在這個 一直到我調資料了 你們大概知道我要質詢了 你們才開始處理這個事情嗎 沒有 這個部分呢 是很早就在 在這個易東就在談了 你如果很早就跟易東在談了 怎麼會拖到現在還沒處理 你被RB charge 就等於某種程度上被套利了 會不會被借人家的這個停車費 這一段時間你要怎麼跟他去回溯 你要怎麼去算車流量 你要怎麼去做這些管理的部分 這些模式 這麼小小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在二月份才進駐 我們現在都在修整相關的缺失 現在的狀況也是 我們發現說 有些車子會自己跑到五六樓去停 那他們的範圍 他也不是自己跑街 他就是自然的這個車流 因為我們沒有把它區分 這是事實 對啊 因為他們四樓 他們四樓還放了四十幾個冷凍櫃 所以我們現在還請他們清掉 這本來就是大家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這是我們當時讓他們進去放置的我們的缺失 所以我現在在改 我最想問副市長跟處長一件事情就是 還有市長一件事情 我剛講的這件事情 有很難管嗎 有很難管嗎 很簡單嘛 五樓開放出來 五樓有多少車流量 五樓大家來拆帳 暫時拆帳就這樣處理嘛 我都想得到了 你四個月 什麼事都沒有做 現在就是要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現在才要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下 就是要跟這個義東要做怎麼樣 這個拆帳的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已經談了兩個月了 那麼陸陸續一直在談 這個很奇怪 這種兩分鐘就可以決定的事情 要談兩個 是啊 我看到我的第一個反應 也就是這樣處理嘛 我相信市長也同意嘛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這樣 我們回去處理 這怪怪的 對啊 所以我說 這整體的狀況 市場改建 剛剛秉服議員講 台北市還有多少 你一個環南市場 就處理成這個樣子 你這個管理的這個模式 如果沒有再做調整 沒有再做改變 我真的勸你 好好的先把環南市場做好 看看它能不能變成一個 showcase 你再來處理其他市場 所以這個部分 拜託馬上處理 好不好 好馬上處理 台北市政府的資產 不應該被這樣子來做那個 而且該追討的 我認為還是要追討啦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這個狀態 搞到市場都有人看不下去 來跑來跟我檢舉 跨區跑來跟我檢舉 這是管理面的問題 麻煩處理好 好不好 我們時間暫停